我们现在继续给大家介绍 《念诗七句金刚论》的意义 这次为什么给大家讲这样的法呢 因为现在汉地很多道友学显宗的 包括极个别学密宗的人 对莲花生大师的神秘不是特别了解 密宗的深深教言也比较陌生 所以我们这次也是通过介绍《七句金刚论》的渠道 多方面地了解一下藏传密教的殊胜性 那么如果这样的教法不符合于佛教 不符合于世间的真理的话 我们也没有必要特别地强调 如果实际上是非议的 而偏要众人面前说是正理的话这是一种欺骗 但是我们始终也不愿意这样做也不会这样做 因此以前因为各种原因很多人对这样的密法不了解 包括一些藏传佛教里面的一些成就 渴盛成就的很多事迹 他们都觉得是不可能的 或者认为这是一种传说而已 实际上这样的想法和做法也是不合理的 的确我们密宗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窍诀 这些窍诀由着信心的人进行实修 就是会得到真正的感应 觉数 证悟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说 我想我们自古以来的 很多历史传承大师们的事迹 很想让人们知道现在大多数的信众 应该说是信心比较具足的 很虔诚的 可是没有善知识引导 很多道理并不是很了解 这样以后很容易导致误入歧途 甚至对圣教开始诽谤 有这种情况